我们先来看总论 原始点医学概要 原始点医学是放空之鉴 从零开始 一点一滴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 先是重用内热源 之后归纳出一条脊椎 及七处原始点 期间又发现外热源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 诊疗一体同步的原始点保健疗法 进而创立以因缘果的架构 来阐述疾病由来 与诊疗原则的理论 并在临床实践中 不断验证 突破 充实 完善 最后建立起一个医疗保健 与理论高度统一的 崭新医学体系 好 这个在演起里面 刚开始我都有谈了 原始点就是我太太经过中西医 都处理不好 我才发现 医学上确实遇到了瓶颈 医学不是完善 也是那时候感受很深 那自己所学的 对我太太又帮忙不上的时候 更让我彻底的觉醒 我说那如果我在我太太 无论如何努力都没有见效 那与其这样不如放空 放空就是把我过去医学所学的 全部忘掉 然后从零开始 然后一点一滴在我太太身上摸索 你们认为放空容不容易啊 把过去所学的一下子 一招化为乌有 从零开始容易吗 不容易啊 当我放空之鉴的时候 我只能跟各位讲 那时候自己像白痴 什么都不懂 然后只懂迁徙的 在我太太身上 一点一滴去摸索 然后去找开关 找答案 只能做这样 那原始点就是这样 一点一滴建立到现在 十多年来 就是这样一路做出来的 就是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这个精神来做了 那前面也介绍 当我太太已经快挂掉 西医说只能活七天的时候 我第一次重用内热源 就是用人参一次两百克去熬 这个也是我当医生 从未发生过的事 但是我发现 这样龙间的力量还蛮大的 对刚好他那时候 已经吸到都喘 喝下去又能吸收 那喘也稳定 对他后来 我们整个的研发 也起了很大作用 好 那到外热源的研发 就是原始点找出来之后 在黑脚阿嬷那里 就是也做出来了 那因为黑脚阿嬷 这个病情蛮严重 它是我在原始点 位置确定之后 第一个遇到的难题 就是用了按推也没效 一直在痛 一直在烂 一直在黑 那用当时候还是用爱罐 但面积太小 即便温敷一两个小时 也没效 然后用 那时候还不一定用姜 还早期还用一些中药 很温热的药 那吃了感觉有稍微疏 但药效过了又痛 最后才发明了红豆袋 是被激发出来 那红豆袋 温敷有效之后 我就确定了 更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怎么样 温敷竟然可以24小时 而且还要大面积的温敷 你看我们以前用爱条 那个是小面积 那烟雾弥漫 你也不可能长时间 那这个对重病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在黑角阿嬷 我突破了另外一个关卡 就是一针二胸 那个胸的外热源 我确定 重病患者有时候你外敷 面积是影响病情的很重要因素 另外就是温敷的时间 好 庄女士 85岁 2007年9月 左脚小指开始疼痛发黑 膝盖以下血液不通 同年11月 曾住院接受药物治疗 情况稍有改善 但是在出院后不久 状况又开始持续恶化 此时医师建议进行膝下节肢处理 但是病患及家属不愿意 经过原始点疗法的治疗后 阿嬷的脚血液恢复通顺 只截掉组织坏死的脚趾部分 还能自行下床走路 欢喜地去参加孙子的婚礼 为了治疗阿嬷的脚 试过各种热源 后来发现红豆的保热效果好 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加热便利 还因此发展出整套的热敷红豆袋 加会了其他需要热敷的患者 桃源黑脚阿嬷 治疗前头晕 心脏不适 大小便无力 及皮肤等多年症状 经原始点医学及红豆袋处理后 其症状也一并消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本来他竹底也是黑掉 组织都坏死 那本来是一根指头黑掉 我治疗一段时间 结果一根一根黑掉 那时候一段日子 那一段日子真的很难熬 那他家属也准备 帮黑脚阿嬷办理后事 认为大概就是这样 那也是在这种很巨大压力下 我到家 到他家去感受 他家太冷了 所以我认为我用的方法都对 但为什么还是黑掉呢 为什么 那我想来想去还是温揪出了问题 也就是爱逛 我早上讲 那个面积怎么样 太小了 然后 温敷的时间也不够长 所以注定失败了 所以在他家一直在苦思下 就基出这个概念就是 怎么样改善材质 第一个不要烟雾弥漫 这样谁也受不了 第二个面积要大 还有什么材质能够做到 当时候突然间就是 冻出个红豆袋 老实讲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知道那个概念是被什么激发出来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红豆袋 也没有 红豆袋长什么样 我也真的不知道 那现在红豆袋的各种样式都有 现在世界各地很多原始点的推广者 都已经很大量应用 那再来慢慢从鼓励就是内热源 生啊到最后 因为生不容易取得到姜的过程 然后姜的外用 慢慢一直把内外热源怎么样 进一步再完善中 之后 那现在的案例就越来越精彩 那其实像黑角阿嬤的故事 在这里也有 最近也有一个人提供 好像也是广州做出来的一个案例 那我们也是把这个黑角阿嬤放一下好了 广西黑角阿嬤案例 广西北海沈师兄的妈妈即是广西黑角阿嬤 今年84岁得糖尿病多年 血糖值一度高到19.5 右脚大脚趾坏死 去医院检查后 医师建议阿嬤右腿膝盖以下要全部解肢 因沈师兄学了原始点 就带回家用原始点来处理 经过沈师兄五个多月的原始点精心调理 现在坏死的脚趾自然脱落 伤口已完全愈合 现在都可以走路了 复图是2015年2月26号阿嬤角的情况 2月27号原始点处理第二天 2月28号原始点处理第三天 3月1号原始点处理第四天 3月2号原始点处理第五天 3月5号原始点处理第八天 3月7号因脚一直未消肿 这天开始每天用姜两斤 24小时温敷 3月10号原始点处理第13天 3月12号用姜两斤 温敷24小时已起作用 脚已经消肿 以上两张图是3月14号 没有撒姜粉的情况 因溃烂面积还很大 已加姜到三斤 以上两张图是3月24号的情况 坏死的组织和原本好的肌肉组织 逐步在分离 以上两张图是4月17号的情况 好的一边在长心肉 要脱落的情况更明显了 4月22号 坏死的脚趾已松动 4月27号 坏死的脚趾已完全脱开 只连着一条筋 5月3号 伤口新肉 逐步长出来了 5月8号 伤口再逐步愈合 5月18号 原始点处理第82天 6月6号 坏死的脚趾已完全脱落 伤口愈合良好 8月4号 阿嬷的脚已完全愈合 现在可以穿鞋走几步路了 8月4号 阿嬷的脚已完全愈合 现在可以穿鞋走几步路了 前后160天比对 第一天血糖值19.5 第一百六十天血糖值10.5 做原始点的第一个月 每天温敷五个多小时 后来增加至24小时 开始每天用姜一斤 两个多月后增加至三斤 效果就明显加快 直到8月份 母亲能走路后 降到一至两斤用量 开始的一个月 每天一到两次全身按推 后来每天一次 到最后两个月 每两天一次 饮食以温热为原则 血糖值8月 这个意义也蛮大的 为什么 从我很早做出黑角阿嬷之后 又记一个 那上次黑角阿嬷好了之后 是怎么样 她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来不及等她脱离 还是借助西医的怎么样 手术把这个切除掉 那这一个是完全不借助西医 让她自然脱落 虽然时间来看是长了一点 但是整个的愈合情况 非常的好 那像我在处理这个 我就可以感受 事实上她一般会黑掉的话 她全身的机能都已经很差了 等于含到急促 像黑角阿嬷也是 人都快挂掉 一生都是病 所以当时候也是给她内热源 蛮重的内热源 还有加上温敷 这样才可以解决 所以她刚刚提的 用到两三斤的姜 我都相信 因为这个时候她已经很虚 那后面我们姜的用法 还会进一步介绍 所以从这样一看下来 事实上原始点是可以完全复制 绝对没问题 好 那我们再继续来看看 早上提的 就是原始点最后 这样一路发展之后 最后要把理论完完善之后 就是加入阴檐果 因为阴檐果 这个道理是一般人 比较容易接受 不需要有太高深的医学背景 我不相信 我相信 你们相不相信因果 相信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一般都相信 比如说 善有三报 恶有恶报 基善之家必有一庆 基不善之家必有一庙 这个我们都可以朗朗上口 那所以我认为用这样的因果概念 因檐果的概念 来谈医学 应该再适合不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下一段 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 宇宙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 因果定律 如果种子没有了土壤 阳光水分空气等外在条件的协助 是不能生长发育开花结果的 将此种子比喻为因 则外在的土壤 阳光 水分 空气等条件 就是圆 长出的果实就是果 即此众所周知的因缘果的道理 疾病之由来 亦可用此因缘果的理论来阐述 因缘果本是假设的名词 彼此相待而生 无绝对性 但医学要处理的就是疾病 没有疾病就没有医学 故先设定疾病为果 则因缘两者之定位 即与此相对待而成立 具体而言 果指疾病症状及异常的形态与指数 其中异常本是衰老败坏现象 而非疾病 但与疾病同因 故意赎果 疾病是由热能不足与体伤所致 故此两者为疾病之因 其中体伤又分他处体伤即本处体伤 可直接产生症状 热能不足则可影响体伤 间接导致症状 在老化败坏的过程中 随着热能不足与体伤 身体还会出现异常的形态与指数 缘则统称所有影响人体热能 与体伤的各种因素 如外伤 我们用图来理解 比较有一个具体概念 现在新的图就是 我们先设定疾病为果 那它的因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定位为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早上我也做给大家看 如果按了有效 我们称为什么 他处体伤 如果是属状的组织受损 比如说状的组织受损 一般我们按了是什么 一般没办法 立即有效 比如破皮 流血 或是乳房烂掉 这些状的组织受损 需要内外热源 所以这样来看 疾病症状 当然都是由体伤引起 按了有效 我们称为症 按了有效 我们称为他处体伤 多属症 那如果按了没有效 我们说状的组织受损 多属本处体伤 那体伤就是有分他处跟本处 就是看我们按了原始痛点 再来确定 所以我早上有讲 原始痛点本身是一个诊断 就是在按推的过程 它已经可以分出 这个是他处来的或本处来的 好 那会影响体伤的就是热能 热能可不可以直接影响症状 不可以 它一定是借由体伤来影响 那热能就我常常比喻就像电力一样 那这个身体的运转 各种组织啊 器官啊 就像设备 有了电力之后 设备才能运转 那设备如果运转不顺畅 就会产生毛病 就是我们说的症状 那这些症状 当然是由体伤最直接 但电力呢是间接影响 如果电力不够 显然组织运转也会不顺畅 至于体伤跟热能不足 刚刚我已经讲了 体伤有效称为他处 没效称为本处 但这个体伤又受怎么样 热能在影响 如果热能不够 它体伤会恶化 症状就会加重 同样的体伤改善 那热能就不要消耗那么多 反过来说 如果体伤也很严重的时候 会不会消耗热能 会喔 如果病症状很严重的话 需要很多的热能来修复 所以他们彼此间互为影响 这就是疾病的因 那这里还有一个异常 这个异常喔 这里这里提有它的意义 因为这个异常我们贩子 就是一般的异常就是 它虽然异常看起来跟正常不大一样 相对于正常是不一样 但还没有到达组织受损的程度 我们才称为异常 也就是这个异常 还没有到达壮的组织受损 我们称为异常 比如我先简单讲 相对于我过去的脸皮 现在长的这副德性 你们也看到了 脸皮也皱了 也黄了 也斑了 这个相对于过去我红刃光滑 是不是异常 是 这个叫异常 但是我的皮有没有破掉 有没有流容 也没有 所以皮还完整的只是不好看而已 是异常而已 那还没有到达怎么样 组织受损 所以 也就是 医学要解决的是症 症就是不适感 你可以感觉得到 那 还有一个就是壮 壮的组织受损 就是它已经不止异常 还要进一步有这个 看起来就已经受损的样子 那 这个异常在我看法 还没有 还没有达到这个 所以 不管是 形态也好 或指数也好 它只是一个异常 但跟疾病是不相干的 因为医学要解决的是疾病 不是要解决异常 也就是 要解决的是 壮的组织受损 或症的不适感 但不是要解决我脸皮皱的问题 或像我的白头发 相对于我过去的黑发 那个叫做什么 异常 那相对于我过去的鼻子的光滑 现在长出一个东西来 有没有 这个席肉 这个是异常 但这个异常还没有到达 让我破皮流血 那个就不算壮的组织受损 那这样鼻席肉 或是我的白发 或是脸皮皱 要不要处理 不用处理 异常 但它不需要处理 因为它不是壮的组织受损 那从外观来看 也有很多异常的 从外观 如果我们看 人 只要你使用身体过久 你也可能变成什么 高低肩啊 长短腿啊 有些人就喜欢去整理这个高低肩 或整脊 什么处理长短腿 那在我看法 这个是不需要的 就像我的腿 30岁就被造出我那个脊椎 然后还有骨盘 然后他们研判我 那个都歪掉了 那比一比也说我是长短腿 30岁就这样 但是我继续使用到现在 又将近过了30年之后 我发现还蛮好使用的 这个长短腿爬山特别快 所以根本不影响生活 那要不要去处理它 很显然是不需要处理的 好 所以我把异常做如是解释 初步的 我们在论国还会很详细 所以我不认为那个是疾病 所以疾病就是解决症或状 而不是要解决什么高低肩长短腿 或是脸皮皱或白头发 不是解决这个 这个是衰老败坏的现象 而非疾病状的组织受损 好 那我们先做这样 好 那盐刚刚已经讲了 有些盐会直接造成体伤 有些是间接 比如说你压力大 睡不着觉 热能会不会消耗 会 甚至久了就 甚至吃不下饭 种种 然后身体酸痛 所以会影响热能 然后间接影响体伤而造成症状 有些是盐直接怎么样 造成体伤 比如车祸 跌倒 摔伤这一类的 就直接造成体伤而产生症状 所以有各种盐 那这些盐对人体的破坏性 有直接跟间接产生症状的 造成的果 好 那至于 刚刚我们说了 你们相信因果 那是不是做善事一定有好报 这个问题来了 认为一定做好事一定会有好报的 请举手我看一下 好 不一定的举手我看一下 还有啊 哈哈哈哈 不过这样的人毕竟少啦 只有一个 前场大家不认可 那如果这样天下的价值观就乱了 那你不修行也可以开悟啊 你不认真读书啊 也可以考一百分 那这个天下的道理 就没有一个标准了 就失序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因果 但是问题 刚刚就有两种相信的 一个是虽然相信因果 但认为做好事一定有好报 也有这样认为 有些人就不认可 说不一定 那我的答案是 真的不一定 因为怎么样 你不思很多 但很可能出去就怎么样 被车子撞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但你不能说做好事一定有好报 是出去被车子撞了 又怎么解释 但是下面有一句话 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我还是相信有因必有果 但只是怎么样 言还未具足 时候还未到 也就是你有因 必难一定有好的果 好因不一定有好的果 是怎么样 言还未具足 那不是你做坏事就没事 是因为怎么样 时候未到 你只要被人家逮住了 或政绩其前 你照样会有恶报的 是这种意思 所以 这个很多例子都可以显现出来 比如说 你孩子 可不可以生孩子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的意思 如果你说可以 好 那我们男人不跟你们合作 可以吗 所以一定没办法 还是 那男人就是言嘛 你还是生孩子是天经地义 是因跟果的关系嘛 但还是要借助缘 没有说单一的因 就可以产生果 那单一的缘更不可能 男生会生孩子嘛 那更不可能 一定要借助因嘛 借助女孩子来生嘛 所以可见 因果 它没有说单一的因 或单一的缘 就能怎么样 产生果 一定是怎么样 因跟缘一定要记足 才能产生果 这才是合理的 也就是你疾病要产生 不可能只有一个因 体伤或热能不足 就能产生 还要有盐 去影响它 之后才会产生 不可能单一 比如说 我们说风湿性关节炎 它平常不痛 但风一吹来就痛 为什么 因为风一吹来就消耗热能 那热能又影响体伤 进一步恶化就产生症状 所以它如果原本没有体伤 它即便风再吹再大 它都不会产生 因为单一的缘怎么样 不会产生果 所以 这里很明确的 就是指出 你一个疾病来源 你不能只有考虑到因 还要考虑到缘 那缘单一的 你不考虑体质 那根本也说不通 这一段就是在谈这个 好 那我们再回到原文 因要影响果 必须记住缘 同样 缘要影响果 也必须通过因的运作 单一的因或单一的缘 都不会影响果 必须要因缘具足 果才会改变 切莫在诊断上 将缘作因 如把风寒或中暑 当成症状的因 而使外缘 即内因混淆不清 或导果为因 如将异常的形态 与指数当成症状的因 而说疑症多因 或果生果 或在治疗上 弃因谈缘 不谈身体运作 却谈要时按推 有治病功效 而说缘治果 或无疾病 却将异常 当成疾病来治疗 好 这里叙述的结论 比较难 我想在这里 就先不论述 因为在后面 每一篇都会把 言啊果啊 这些弹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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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